昨天没理我了 学做个南瓜饼 烘一下它吧 保证是两毫米的薄片 三分之二的糯米粉 这种程度也可以吧 这个口袋不太好 煮到冒大泡的时候 把苹果丁放进去 全部收干了 加入食用油可以使炒出来的苹果酱味道更加香甜 加入食用油可以使炒出来的苹果酱更加危险 像这种程度就可以倒掉了 脑上半勺的南瓜糊成滴落状 把它倒在电瓶城里 把它倒在天瓶城里 我们挑出了半勺苹果酱 再把另外二分之一的南瓜饼覆盖在苹果酱上 已经无所谓了 最后摸到饼子的中间 骨大泡像这个样子就基本上熟透了 没骨泡但肯定熟透了 看上去特别的诱人 看上去特别害人 我浅尝一下